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今天 基督徒怎么看 这个反犹太人的主义运动 那我们当然要先让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运动现在有多么的严重 好那我们继续来讲 这个希特勒当时的 这个标志性的反犹的这个行动 屠杀犹太人 很多因素 其中希特勒的因素 还是种族的因素 那因为当时德国 他们的整个民间社会 那种自我膨胀 因为他们其实是相反 因为他们的自卑 当时的战败 他们需要一个这种 好像一个机会来自我证明 自我肯定 加上希特勒的这种 比较极端的人格特质 所以呢 他们就鼓吹了日耳曼民族 多么的优秀优越 这种种族优越感 他们就鼓吹社会达尔文族裔 就是说 就适者生存嘛 优胜劣败嘛 我们把烂得淘汰掉 只留好的嘛 他就想要留下 那个帅哥美女健康的 把那个丑的那些 通通都杀掉 所以你知道吗 他在屠杀犹太人的同时呢 他也杀了50万的吉普赛人 跟10万德国的智能不足者 他就是觉得 种族的一种 把人当动物的这种进化 要人把优秀的人留下来 他的逻辑就这么简单粗暴 希特勒在 那个我的奋斗中 他自己 他的立场很清楚 他说 世界历史的一切事件 都不过是种族 自我保存冲动的表现 这个就完全是一个 把人当动物一样 他说 人类历史 所有的东西 就是为了种族 竞争 比拳头大 就这么简单 所以他的逻辑 是相当可怕的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 他们屠杀犹太人的状况 好那我们赶快来把握时间 就来讲到 好我们刚刚就是举很多例子 因为我觉得不讲这些例子 大家也许对于 全球的这个反犹太的 这个运动或者主义 可能感受不是很深刻 所以你听了这么多的例子 你应该知道 反犹太 他已经变成一种意识形态 他 在各个不同的历史的阶段时期 有各种不同的表现 在欧洲 亚洲 阿拉伯地区 各地区都有 那每个人反对他的原因 也都不一样 那主要的原因 我认为 当然就是临界的战争 但是我觉得 另外有两个因素 是我们很难忽略的 还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宗教 我们前面其实已经略略的提过了 第二个因素就是经济 而事实上 我觉得宗教因素是一个潜在因素 就是里面的因素 经济因素 是一个外在的因素 就是说 我跟你的宗教不一样 这个有时候 不挑起这个话题 你可能不太会有感觉 可是这个话题 一旦被挑起的话 是一个很强大的话题 它是可以被操作的 那第二个呢 不用强调都看得到 就是经济 所以是内外两个因素 就犹太人的宗教 没有办法跟人家同化 犹太人的经济又有很明显的优势 所以这两个因素 造成一个反对势力 从内从外来讲 很容易就把犹太人 列为我们的假想敌 很容易我们就 产生了一种很不满的情绪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从 这个是我所谓的人类 找得出的原因了 但我还是要先讲一句 就算有宗教因素 很多别的 别的这个民族 也有宗教因素啊 但是就没有 这么大规模的屠杀 那你说经济因素 那更是有钱人有多少啊 你不能说 每个有钱人我都讨厌他 把他的民族杀掉 所以我还是要强调 我觉得主要还是 灵界的征战 那宗教经济只是我们 看得见的 解释得通的因素而已 所以我希望上这个课的朋友 大家就可以知道一下 除了解释得通的之外 其实背后那个解释不通的 那个看不见的 才是更大的原因 好那我们就来讲 这两个因素 宗教跟经济 它都很容易出现小圈圈 但我们自己很坚持 我们的宗教 我们不 不为别人同化 也不认同别人 不但如此 我们还坚持 只有我们是对的 那请问讨不讨认言 犹太人的问题 不是他有独特的信仰 当时中东民族 很多都有他自己 我拜巴黎 拜这个 拜那个 都是独特的 但是他不是一神 犹太宗教 犹太在历史上 不断的被敌视 我觉得根源里面 你要知道 是犹太人的宗教是 强烈的一神 独一真神 你有你的神 我有我的神 可是当你讲 只有我的神是真的 你的神是假的的时候 那就宗教站着 如果今天我们基督徒 我们在不跟人家 解释的情况下 你看到人家拜拜 你就说 你们是假的 我是真的 你说会不会人家来 会不会来打你 当妈祖在绕境的时候 当一些民间信仰 他们庙里做庙会的时候 你就不断的举一个标语 说你们是错的 你们那是假神 你们那都是木头 石头雕刻的神 那不是真神 请问人家会打你 就这么简单 所以从看得见 解释得通的因素来讲 犹太人的一神论 而且这个一神论 具有排他性 那你排别人 别人当然也排你 就我觉得是 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你说那这样怎么办 那我们基督徒 也是一神论啊等等 所以你的一神论 独一真神 一定要配套措施 一定这个独一真神 叫神爱世人 而不是独一真神 异教者死 这个是要很小心的操作 我们相信 是独一的真神 但是我们理解 人在不认识 独一真神之前 他会去拜一个 木头的神 石头的神 他会去拜一棵树 他拜一只狗 他会去 他会变成梵灵论 万物皆有灵 所以他逢庙必拜 这种情绪 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知道他们那样做 从我们的角度看 是不对的 可是你必须知道说 从他的角度看 这是对的 然后他会跟你讲说 你的神我也很尊敬 你为什么不尊敬 我的神 那我们是不是就 哑口无言了 这就是一神论者的处境 所以耶稣有说 人家讨厌你们 是因为讨厌我 所以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你一定要非常有爱心 你一定要表现出的 不是那种唯我独尊高高在上 你一定是要更谦和 为人洗脚 即便这样 即便耶稣被人洗脚 都会被钉死之架 所以这个信仰 是一个受苦的信仰 因为当你在坚持一神的时候 你跟周遭人的观念想法 就是不一样 那因为当你坚持独一真神 就算你嘴巴不说 人家有脑袋的人 他也懂 说那只有你是真的 那代表我们的都是假的 我们就算嘴巴不强调这一点 他也会有这种感受 所以这个是身为一个基督徒 你心里要有数 你要知道说 这个信仰会让你 落在一个很尴尬 很为难的处境里面 那你说那要怎么办吗 怎么办 好好的解释 就是我们告诉他 说我们为什么会坚持独一真神 那为什么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别的神是假的 你要解释 那你解释之后 你要允许别人说 你只是跟你讲说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信仰的立场 希望你能够谅解 不是我反对你 不是我讨厌你的神 而是我脑袋所相信的一神 他这个系统是这样的 那我认为是这样没有错 那你会信多神 或者你会信一个 跟我不一样的信仰 代表你认为他是对的嘛 对不对 那我们就彼此尊重 就是说 我理解你认为你是对的 那希望你也理解 我认为我是对的 而我认为我是对的 我并没有置你于死地 所以从这角度来讲 十字军东征 当然有很多复杂的因素 但是基本上来讲 这是一个不明智的举动 当年的十字军东征 这种用武力 去跟人家对话 这个是 当然那又是另外一个 很复杂的过程 为什么会走到用武力对话 他都有任何的战争 或者任何的行动 任何的一个 一个运动 都会有他相当复杂的因素 就像希特勒屠杀犹太人 那不是用单一因素可以解释的 他是非常多的因素 然后就很巧妙的 就纠结在一起 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失控的行动 同样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 人们对这个信仰的误解 我说人们不是外面的人 是自己教会这些基督徒 教会高层 主教 这些传教士 他们自己对这个信仰的误解 有可能造成虐待自己 彼此鞭打 然后禁欲主义 然后对外来讲 有可能造成帝国侵略 所以这都是 非常复杂 就是说 政治跟经济跟宗教 他没有办法说 分得很干净的 所以耶稣才会强调 耶稣说你们一定要小心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不要试图用政治的操作 来带来这种神的国的复兴 那这也是我们上次讲到 为什么习安主义会有人反对 因为有人认为习安主义 就是人为的操作 在带来神的国的复兴 当然这个论点是比较站不住脚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任何一个被灭的民族 今天不管是不是犹太人 任何一个民族被灭之后 他里面的情绪都会希望复国 所以你不能够把复国 作为一种说 你这个是 你这个是违反了神的心意 那就好像我没有工作 我就想要找工作 你不能够说 你要祷告啊 让老板来找你啊 你干嘛丢履历呢 你没信心 神要为你预备 自然就为你预备 时间到就会成就 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 那这个是错的 因为的确基督教 也有一段时间是这样教导 说神要谁得救 谁就会得救 你不用传福音 你不用传 反正他自然就会信 神就会感动他 就会有很奇妙的过程 他就做见证 说他信上帝了 我们不需要这么积极的去传 这种人为的 不能够去成就神的工作 那这绝对是错 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 可是教会历史当中 的确发生过这种事情 所以 这种政治宗教经济 它很巧妙的一种纠结 如果我们自己不很清楚的去 给他画一个防火墙 把它分开 一不小心的自己就掉到 那个很复杂的 错误的操作里面去了 好 犹太人在信仰上的坚持 使得他们无论走到哪里 都惹人厌 因为他的一神论 那么从灵界来讲 你也可以说 犹太人真的 成了另外一个带罪羔羊 从灵界来讲 犹太人等于是 一神论的代表选手 在战场上 他当然会遭到多神论 或者反对一神论 或者无神论者 相当猛烈的攻击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这是一个 人类舞台上 历史舞台上 不断出现 反犹太主义的 重要因素之一 因为犹太人 不单有独特的信仰 而且他是独一 真神 具有排他性 那偏偏 最糟糕的是什么 这已经够惨了 更糟糕的事情是 犹太人的 弥赛亚的观念是政治的 犹太人一直想要建立一个超级强国 用对的方式来管理世界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说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因为耶稣知道犹太人是这样想的 包括耶稣的门徒自己也是跟随耶稣说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我们要坐你左边 坐你右边 他们整个犹太人的思想 所以前面有说 犹太人擅长革命 他都有他的历史的因素 因为这的确某个角度来讲 是真的 犹太人对政治有一种高度的期待 跟一种高度的理想主义 在看待他们的政治 他们觉得今天这个世界这么乱 就应该要大家都用犹太人的方式 这个世界就会OK了 所以我常想说 犹太人是上帝设立的人类班长 要让人从犹太人能够认识神 问题是这个班长太霸道 问题是这个班长太自我膨胀 问题是这个班长在操作上 犯了太多的错误 造成全班同学的反感 所以不是老师的错 实在是这个班长自己做得有够烂 然后上帝也三番几次点醒他 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这样做 他也是讲不听 这是犹太人的处境 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 我们就学习到处 你做一个基督徒 你相信上帝 你不能够把他做一种政治性的操作 所以就当基督徒不要说 我们把基督徒送进立法院 送进总统府 送进这个市政府等等 这种口号就违反圣经 你可以说我基督徒从政 你可以说我们鼓励基督徒从政 这个绝对是OK的 我们鼓励基督徒当老师 我们鼓励基督徒当运动员 我们鼓励基督徒当商人 我们鼓励基督徒在各行各业荣耀神 包括在政治界 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OK 可是当你把它操作成 说 如果市场是基督徒 如果老板是基督徒 如果这个主政者是基督徒的话 神就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生意会好 我们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就风调雨顺 那这个思想是错的 因为神日头造义人 造好人也造歹人 降与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在政治上是属于人类地上 自己管理的事 圣经明明说 我们要尊重执政掌权者 圣经明明说 我们不要把天国的思想 强租在地上的国 就是不要认为说 我们的总统领袖 老板是基督徒 然后我们就会六处兴旺 不是这样子的 要把它分开 地上归地上 很复杂 地上的政治 很多的利益 很多的操作 是很恐怖的 所以不要把天国圣属 这样整个绞在一起 所以犹太人 就是因为他们 坚持独一真神 这本来就该坚持 但是他们坚持的方式 所以我就说 犹太人最惨的是 独一真神 又配上政治性的弥赛亚 犹太人在等待 有一天弥赛亚降临 会带领犹太人 统治这个世界 那这样的话 那就很糟糕 当然我也要讲一下 绝对不是每个犹太人 都这样想 犹太人当中 也有很多的分歧 很多不同的立场 但我们只能够说 这样的想法 政治上的这种 弥赛亚的思想 一直都是犹太人当中 一个相当强烈的 主张跟声音 所以当一群犹太人 我独一真神 然后我又不去 好好的传福音 我又有优越感 我又看不起外邦人 然后我又不去 做这种彼此相爱的事情 我又不去做光作严 那我又期待说 没关系 我忍一忍 有一天弥赛亚来 你就知道死 有一天弥赛亚来 你们就完蛋了 这样 那 怎么可能 能够领导人类的 这个社会呢 不可能 所以从我个人来讲 这是我看到 全球反犹太主义的背后 一个看不见的 主要的原因 就是 犹太人的宗教信仰 还有错误的 弥赛亚观念 还有他们一个比较偏激的政治立场 他们要恢复大魏的王朝 那 所以他们的 那个是叫做大魏之心 他们的国旗国徽 为什么大魏王朝 因为大魏当年就是 政治性的征服了 当时的各国各族 因为大魏王朝是 政治性的 可是上帝是 用政治性的 神是在 比喻他们将来 这种 宗教性的 所以上帝用政治性的 大魏的王朝 神说 有一天 我的王朝要直到永远 就像你们现在这样 神的意思说 就像你现在这样子 统治列国 将来神的国也会统治人心 可是不是 将来以色列变成 大魏国的放大版 然后把周遭 全世界的国家 都踩在脚底下 那这个就是误解了 所以这个就是先知 三番两次来修正 三番两次来教导 他们到底真正的 关键是什么 但是讲不听 没有办法 听不懂 所以这个因素 就会造成 犹太人遭到人家 很强烈的 打从心里面 对他们的不满 好 这个是内在因素 就是因为 他们自己在宗教上的因素 而外在因素是什么 外在因素就是 他们很有钱 所以当大家没有什么 好日子过了之后 你还这么有钱 那真的很惹人厌 可是犹太人 为什么这么有钱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在过去农业社会里面 有钱 不是一件被人家羡慕的事 像过去我们的背景 在农业的时代 我不需要有钱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有钱 我只要有田 我只要有出产 我只要风调雨顺国 泰民安 你多有钱 你一餐也是吃一晚饭 你吃的东西 跟我吃的东西 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在农业社会 自给自足 在畜牧业的社会 有没有钱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就是你有钱 你的动物很多 又怎样 你又吃不完 你说我田产很多 树上果子很多 那你又吃不完 那时候我拿去卖 你卖给谁啊 谁家里没有田啊 谁家里没有牛啊 所以在那种 很初期的农业社会里面 有钱是一点都不显眼的事 就没有人知道你有钱 有钱也没有意义 可是当慢慢慢慢 人类文明越来越发展 越来越发展 当不是农业社会了 当现在大家家里面没有田 那有钱就变得很有意义了 所以这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演变 我只能说犹太人是歪打正招 因为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 对不对 没有自己的国家 走到任何地方都是被欺负 这是人性 人性有排他性 人性是很喜欢攀岩富贵 很喜欢打落水狗 所以自古以来任何的民族 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国家 你没有自己的军队 你没有自己的土地 你只有一条路 跟别人同化 你只有一条路 就经过两代三代以后 融入当地的社会 你就不见了 你就不要再那么 那么彰显 就不要再那么强调 你的存在 但是犹太人不是 犹太人他们 这条路对他们来讲是不同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犹太人一直是被主流社会排挤 因为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一神 我刚刚解释过了 加上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 然后就会被排挤 犹太人偏偏自我意识又很强烈 他们又很团结 他们又很封闭 所以这些因素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 都是高危险因素 这些因素会让你遭到周遭人的一个排挤 好 那么请你注意听 底下就关键来咯 当人家排挤你的时候呢 就老师不准你做 就当时社会上的一些 比较上得了台面的职业 都不让你做 就排挤你嘛 那所以犹太人到最后被迫 他们被逼的 只能做一件事 做什么 做服务业 最低贱的服务业 就是我把你家的 这个种的水果 我来扛 我来采 我来分类 我来洗 我来切 然后呢 我拿去卖给别人 那让你可以赚钱 有的人到后来 很多当时的这些行业 在整个欧洲的社会 加上那个宗教因素就是 欧洲社会当时主要是一个 所谓的基督教天主教的世界 那基督教天主教的世界 梵蒂冈 这个教皇的立场是讨厌犹太人的 觉得你们把耶稣钉死 那你们这些又不来 又不来婴儿洗 又不来信我们的宗教 因为当时已经变成 政教合一了嘛 所以宗教跟政治合一 所以这两个一合一 犹太人在宗教上进不来 他在政治上就被排挤了嘛 所以犹太人就变成说 在当时的欧洲社会 如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因为从宗教上 你们犹太家我就讨厌你 第二个 就是说从国家上 种族上 你们没有自己的国家 你们这些人都拍到底 又不跟我们同化 所以他们就被孤立 那被孤立的这个情况下 有很多工作他们都不能够做 他们只能够做最卑微的商人 商人在古代社会 不论是东方西方 都是很没有地位的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因为商人是奸商 第二个 商人会赚取利益 人家会讨厌他 好 我从这里买了 我卖给他 那如果我中间不赚钱 我干嘛做这个事 我当然是要赚钱 就是有价差嘛 那两边都不满意啊 耕种的人会想说 我种了半天 我卖给你的时候 是卖两块 结果你卖给他卖三块 那叫他直接跟我买就好啦 你知道 卖的人 地主啦 心理不平衡 消费者也不平衡啊 消费者会觉得说 那你跟他买两块 然后你买来卖 我卖三块 你很坏 这样大家懂了吗 所以商人在过去的农业社会里面 他们的地位真的很不好 人家不会感谢他 说谢谢你 是因为你来买了来卖给我 我就不用自己到乡家去买 他不会这样想 当时的社会不是商业社会 不会这样想 跟今天 可以说正好是完全在相反的一个 一个这种氛围里面 所以犹太人 赚很多钱 自古以来就被讨厌 因为你赚人家的钱 人家就讨厌你 你赚人家的钱 如果你赚的钱拿出来 大家分那OK 你赚的钱 你们犹太人又自己 不知道在搞什么东西 你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自己的生活方式 然后反正你们就只会赚我们的钱 这样大家有点明白了吗 那就死得难看啊 如果你自己搞自己的 但是你都没有赚我们的钱 我情绪也没这么强烈啊 那你自己搞你的 赚了我们的钱 赚了钱 有你们自己不知道在干什么 我就会人嘛 非我足类嘛 我就不喜欢你了 所以如果一旦遇到了 景气不好 大家都没东西吃 突然发现 你有这么多东西吃 那是不是就很惨 第二个 圣经的教导 是你不可以向弟兄收利息 就是说我们应该是要 人家困难的时候你借给他 圣经上有说法 借给穷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 所以基本上犹太人 他们到后来 他们当然在旧约圣经责备他们 他们放高利贷 他们欺负寡妇 他们反正就他们那时候 真的是很糟糕很糟糕 后来先知责备他们嘛 责备他们之后呢 这个后来国家灭亡了 所以国家灭亡之后 犹太人是有受到一个蛮大的教训 好 所以后来的慢慢的犹太人的 现代的犹太人的传统 他们基本上了 台面上了 台面下当然还是有很多 也不是真的这样做 但台面上 他们是借钱给自己人是没有利息的 好你看哦 犹太人去做那个没有人要做的工作 很多工作他们也想做 人家不准他做 被人家看不起 他们只能够做那服务业 买卖 他做买卖慢慢慢慢赚了钱 等到人类历史开始 有一些转变之后 这时候人家就跟他借钱了 那犹太人借自己钱没有利息 借外邦人 你又不是我弟兄 我可以收利息啊 所以呢 犹太人很有钱 对不对 又放高利贷 又用很高的利息借给别人 那你说他干嘛要放高利贷 他没有别的生存之道啊 大家明白吗 犹太人只能够做生意啊 他唯一生存 我要改善我的家境 我只能够靠做买卖啊 那我做买卖 就 就讲利益而已嘛 就讲钱 其他都不用讲了嘛 那你要跟我借钱 那一码归一码嘛 那借钱我们就照算嘛 因为我就是要赚钱啊 所以犹太人 就这样几千年来给人家一个印象 贪财 很贪婪 很邪恶 放高利贷 垄断 等等 让人家对他很反感很反感 所以 希望有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刚刚讲到的那个 大的家族 或者是我们另外找机会讲一集 就是 讲历史上有名的犹太人 你就会知道说 真的 没有办法解释 他们从最卑贱 被排斥 却因为整个人类历史的这种改变 商人突然间变成是最耀眼的一群人 甚至于变成社会地位很高的一群人 所以你知道吗 人家说金字塔是这样 最底下的一层是老百姓 老百姓的上面是什么 是政府 就是老百姓都被政府控制 政府叫你干嘛你就干嘛 这是现代人 那政府的上面是什么 财团 财团 有钱人控制了政府 因为你民主社会选举要钱 所以要有财团支持你 让你去选举 所以你就变傀儡啊 就被他掐在喉咙啊 那极权制度 军事 我今天是 军队 军方来治国 像阿根廷这种地方 那军火要不要钱 你武器要不要钱 所以 那个金字塔其实很有意思 所有的小老百姓都在最底下 不管你多聪明多笨都一样 上面 上面就是政治 政治上面是什么 是财团 所以你知道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很大的那个家族 他这个妈妈 就是这个爸爸 他生了五个儿子 他后来把他的五个儿子派到五个国家去 都很成功 到现在这个家族还是在全球 还是一个很有名的家族 所以有一本书叫货币战争 如果有兴趣的你可以去看那本书 那本书叫做货币战争 就是在讲到这个家族怎么透过货币 怎么在掌控 所以这个家族的名言 就是说 谁掌握了货币 联主的会 掌握了这个国家的币值 因为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的钱币 那这个家族他们就希望以后有机会详细讲很有趣的故事 他们就是讲他们当时就是掌握了货币 所以最早的银行还是从他们开始 换货币 你这个国家的钱那个国家的钱通往我这里换 那我就制定一个标准怎么换怎么换怎么换 他就变成做庄 所以他们的这个爸爸就讲过一句话 他说 当我掌握了货币之后 谁当总统 已经不重要了 他讲的话是说 我掌握了货币以后 我也掌握了法律 我也掌握了法律 所以你这个国家 你要怎么操作 你要立什么法律等等 I don't care 因为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那这个他就是很聪明的犹太人 他说我看得好清楚 我只要掌管了金钱 从上往下 我就掌管了财团 那财团要 也要资金运作嘛 那资金运作找谁 找金主 这个家族就是金主 他们最有钱的时候 全人类有一半的钱 全世界一半的钱都是他家的 很恐怖很恐怖啊 你没有办法想象的 他们供应了很多 所以比如说那时候欧洲打仗 他就借给两边的钱 你们两个国家打仗 打仗要钱啊 对不对 那我借你钱 因为你要买军活 你要给士兵吃饭 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好 我就把投资嘛 我就给你们钱 然后你们打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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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边都打 打输的 那他还不起钱 要在打输啦 打输的不但还不起钱 打输的要赔钱给打赢的啊 对不对 可是你 那你家的事情啊 你跟他 你说我很多钱 我要赔给他 那你家的事 那是你跟他的事啊 那你跟我借的钱 你总是要还啊 那怎么办 用土地啊 或者用其他你手上的资源啊 我就大家来画paragent啊 大家来谈条件啊 你欠我很多钱 那你没有钱怎么办 没有钱 以前就卖生啊 卖女儿啊 卖儿子啊 卖老婆啊 就这样啊 很恐怖啊 所以你说犹太人 惹不惹人厌 你现在懂了吗 当然惹人厌啊 可是这个很矛盾 这两个国家 要打仗的时候 都需要钱 他们都跑去 找这个家族借钱 可是借了钱之后 输的人会很不甘心 会很讨厌 讨厌这个人 那这 这很矛盾 当时是你来求爷爷 告奶奶跟我借钱啊 那你来跟我借钱 我把钱借给你 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啊 不是 因为他打输了 好 那虽然你借钱给我 但是我输了 输了以后呢 我现在又要赔人家钱 又要还你钱 人就是这样 就很想翻脸嘛 就很想不认账嘛 好 那可是没有办法 还是得赔 那没有钱怎么办 要么就赔地 要么就赔什么国家的某一个资源 做森林给你啦 或者国家的水利发电给你啦 或者要不然国家的铁路啊 上人会会喊啊 说没有钱 没有钱 那不然那只好你铁路 就抵给我啦 你国家的铁路 从此以后就算是我的啦 就这样 所以 犹太人就惹人厌 合理哈 好 那我请问你 赢的人会感谢他吗 也不会 为什么 赢的人打赢了 他现在很高兴 可是我打赢了 我还要分钱给你想想 哇 你什么事都没干 我是死了多少人 我才赚到这些东西啊 结果 我打赢了以后 我还要跟你分红 我还要分给你 因为当时借钱一定有利息嘛 怎么可能无条件借钱给你 不可能的啦 不可能 我借钱我一定要借给你嘛 所以 这个家族当时兴起 最有名的故事是什么 最有名的故事是 当时英国在前线打仗 英国在前线打仗的时候呢 民众 当时英国已经发行了国债 就是 民众 借钱给政府去打仗 那如果政府打赢了 国债就会涨 政府打输了 那你国债就等于说 我们大家投资政府去打仗啦 结果政府打输了 就等于是我们大家 做生意赔钱的概念嘛 那就赔啦 那怎么办呢 国债就会跌啦 所以这个家族最有名的故事 他们一开始是怎么样 一夜致富 就是 所以当时前线打仗 没有手机 没有电话 在前线打仗 谁输谁赢 不知道 所以先知道消息的 这就是内线交易的概念嘛 我先知道输赢的人 我是不是就已经 掌有这个资讯 我该买还是该卖 我就可以决定啊 当时就是 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就是 他们其实掌握到的资讯 是 英国赢了 那为什么他有这个资讯呢 因为他是 最大的金主 他是借最多钱给英国政府 他当时的条件 就是说 那你输赢第一时间 你一定要赶快告诉我 因为我是 最大的股东嘛 投资者嘛 所以英国政府第一时间呢 就是比一般的民众 多一下子而已 你知道 在做 尤其像股票这种投资 你比别人提早 一分钟得到资讯 你就赢了 你知道吗 这很恐怖的 所以呢 当时他们就得到了消息 得到什么消息呢 英国赢了 可是你知道 为什么人家讨厌犹太人吗 他怎么做 他大量抛售 他的英国的国债 民众都还不知道输赢嘛 他就开始抛售 这样 那他手上 他是最大的 他借钱给政府 政府就给他一张借据嘛 国债就这个概念 他就开始抛售 贱卖 这样 整个市场就恐慌了 整个市场就想说 诶 怎么这样 哇 这个金主 大股东 一直在卖 他说完蛋了 完蛋了 英国输了 英国一定是输了 所以呢 市场上呢 英国的国债就崩盘了 就所有只有国债的 就先卖先赢了 赶快卖啊 大家就疯狂的卖 疯狂的卖 一夜之间 崩盘 那请问 卖掉了到哪里去了 两手策略 他一面 抛售了很多的国债 一方面他又派人到底下说 有多少买多少 通通给我买回来 这个就是今天 股票的这个 大亨操作的方式 打压股价 然后呢 吸筹 把筹码 通通放到自己的口袋 好了 那整个崩盘 他全部都买 后来消息全回来 赢了 赢了以后 是不是国债就开始狂飙 因为赢了嘛 因为大家以为输了嘛 因为你都在卖 我们当然是 人的逻辑想说你就是输了 所以很多人 就认赔杀出了 输得当口了 输到一无所有 第二天 消息全回来 赢 很多人就说 啊 有不同的人说 哇 好倒霉哦 我以为输了 哇 那那个某某某 就那个家族 一定也是赔很多 后来发现 不是 他耍诈出老千 原来他昨天故意卖 是 骗人的一种手法 是一种诈骗手法 台湾话叫做 骗人的不骗 骗人不知道 所以你通通卖了以后 你左手卖右手买 所以后来大家 过了没多久 大家发现 他超有钱的 大家发现 我们所有卖出去的国债 现在通通在他的手上了 所以 这个家族 就是在这个事件 历史上很有名的 这个事件当中 发大财 好 请问大家 讨不讨厌 讨厌死呢 恨死了 好 我用这个例子 就是告诉大家 为什么 人家会恨 犹太人 因为犹太人 他们 他们什么都不能够做 他们只好做生意 所以他们已经 世世代代做生意 他超级会做生意 那你说你骂他 他说我没有违规啊 我也没有放假消息啊 我只是卖 我不能卖吗 这个就 内线交易 哎呀 所以 很诡诈 所以投资风险很高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背后 无奸不商啊 就是说 不是很奸诈的人 很难 很难做成功的生意人 所以 非常可怕 好了 所以呢 犹太人就是因为 他们发财的这些故事 在整个欧洲这样子 大家就 真的是很恨 很气 很有意思 那这个家族 现在在很多地方 都有很多的博物馆 他们当时收藏的画啦 等等 那是富可敌国 那这句话不足以形容啊 太有钱啦 太有钱啦 好了 有机会再来讲他们的故事 好了 所以犹太人自己本身 他们的经济又很高调 他们太有钱 是太过分的有钱 所以遭到很多人 对他们的不满 但事实上 我刚刚讲了 说从历史上来讲 他们会去做生意 其实反而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只是没有想到 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 让商人能够上来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多有钱 真是夸张 真是夸张啊 全球百分之二十的顶级富豪 都是犹太人 你去查这什么首富啊 查这有钱人啊 前面的百分之二十啊 都是犹太人 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的有钱人 都是犹太人 你说是比例有多高 犹太人在全球的人口 在种族的人口里面 人很少 但是 犹太人的有钱人 是全世界的五分之一 都是犹太人 这 太夸张了 我都说不出来了 美国 我们讲美国就好了 我们不讲全球 美国犹太人有六百万 有六百万 他只占全美国人口的 百分之二点三 这么少 但是在经济 政治 学术 艺术 电影 各方面 他们的影响力 是无可比拟的 这个种族优秀 他们看重教育 所以实在是非常惊人 这个民族 全球最有钱的企业家 有一半都是犹太人 快要讲不下去了 福布斯的美国富豪排行榜 前四十名里面 有钱人 排行榜前面四十名 有十八个 就将近一半 一半就是二十个 将近一半是犹太人 哎哟 天哪 天哪 好了 我们底下就 这样讲没有感觉 来我底下介绍几个人 给大家认识 第一个 我介绍一位纽约的管理者 叫彭博 这个大家都知道 很有名 他在2001到2013 他都是纽约市的市长 他是这个经济 华尔街背后的一个主导者 纽约的掌管者 他是第三代的俄罗斯的犹太人移民 就是犹太人 然后逃亡到俄罗斯 然后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去 他是这样的背景 所以他的背景 其实在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弱势的 因为是俄罗斯的 又是犹太人 但是呢 他就这么厉害 所以有兴趣的人 请你自己去搜寻 看一下他的故事 看一个犹太人怎么样成功 OK 他在福布斯2019的富豪排行榜排第九位 有555亿美金 这个数字都没有感觉了 好 下一位比较年轻的 就是祖伯克 脸书的创办人 他们给他的外号呢 叫做这个比尔盖茲 No.2 就是这么有钱 他就是一个犹太人 他比股神巴菲特还有钱 那现在人家统计他 近期的统计 是他的资产是855亿 是全美国的第三大富豪 他比巴菲特的财产还要多140亿 就是这么有钱 怎样 来 再一位 戏骨 甲骨文的创办人 这个拉里 爱里森 他也是犹太人 而且他的故事是穷得不得了的 这就更厉害 所以他的传记很多啊 很多书啊 我们讲的这几个人物啊 反正PPT到时候我们都会放在上面 大家你自己去查 有兴趣的自己去了解 不得了的 他过去是穷荒蛋 一贫如洗到亿万富豪 而且他也是 全球最嗨的男人 他超会玩的 他有钱了以后 玩帆船 玩飞机 战斗机 玩游艇 买海岛 哇 太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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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 太厉害了 他也是个犹太人 在2020年 在不久以前 9月公布的 美国前400大富豪 他排第五 还有720亿美金 还有很多啊 讲不完啊 真的讲不完啊 你有兴趣的自己上网去查 太恐怖了 美国的富豪前十个里面 五个六个都是犹太人 你都不知道他是犹太人 那我们讲一个稍微久一点 因为我们的时间快到了 讲一个久一点的 就是洛克菲勒 石油大王 洛克菲勒呢 也是犹太人 你真的不得不佩服 全球90%的石油 当时石油大王 都是由他在操控 所以他是人类历史的 第一个亿万富翁 也可以说是 第一位首富啦 所以我刚刚强调 农业社会大家都一样 也不需要强调有钱 可是社会的变迁以后 现在人就变成超级看重有钱 而有钱人就问谁最有钱 后来就发现 他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位首富 就第一个最有钱的人是洛克菲勒 而且呢 他们的富裕 然后后来也没过三代 犹太人就厉害 他富六代 他们一直以来这个家族 一直都是 都是很厉害很厉害 管理得非常好 然后在1914年 那时候最巅峰的时候 他的财产是美国GDP里面的2.4% 他一个人哦 一个人就占了全美国 美国多大人多少啊 他一个人占了全美国GDP的2.4% 这都是你无法想象的事情 所以如果用那时候算的话 他的财产 用今天算的话 他的财产相当于4000亿美金 好可怕呀 OK 好 所以今天时间的关系 跟大家讲到这边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 美国人 这个犹太人 为什么在历史当中 会这么惹人厌 其实你例子听得越多 你越了解 你就越可以理解 他们会惹人厌 可是 又很可怜 因为 他也不是故意要这样 所以犹太人的处境 就非常的尴尬 好了 那我们很快的做一个结论 就是说 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来看待这种反犹太人的主意 就是我们就了解 了解说 这个民族 的确如果被神所赐福 你好好做的话 你是可以给全人类 带来 祝福的 上帝的确祝福了这个民族 这毫无疑问 不管是诺贝尔讲 或者我们讲这么多财富 那问题是 你怎么使用你的天分 你怎么善用上帝给你的能力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 所以以色列人 这些犹太人 他们对世界有功有过 他们有很多做的不好的地方 这的确是 所以我们不用一面 说我是基督徒 我挺犹太人到底 这是不必要的 请你把神的国跟人的国分开 你可以保有你对他们自己的评价跟观点 他们有做的很好的 又有做的很不好的 他们有很值得人家同情的 他们在历史当中不断的被排挤 但是呢 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检讨 去引以为见 说为什么他们把自己搞到这个地步 所以我只能够说 犹太人是人类舞台上 一个非常独特的印记 那值得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思想 我们该怎么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我相信基督徒也是神所赐福的 神所恩待的 但是我们拿着这个神的恩典 我们怎么使用 我想这就是我们大家需要思考的事情 好 那么这是今天我们的课程内容 好 那希望有机会 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许许多多 我认为是基督徒该知道的一些历史的一些 一些相关的一些故事 好了 反正我们下回见 好 拜拜